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美國昨晚公布的就業市場數據表現理想 加上聯儲局副主席指出 很可能在明年年中的前後加息 市場加息的憂慮重現 美股急跌334點 拖累港股低開335點 開步23198點 大市跌勢一直持續 最多跌了400點 今日多個板塊秀類下跌 包括豪島、石油、本地地產股 恆至中午修部23147點 跌了386點 國際油價繼續下跌 紐約旗油昨日下跌1.8% 創了20個月的新低 消息令到今日的石油股下跌 其中中海油跌超過3% 另外中石油、中石化也跌超過2%和1% 昆仁能源跌超過3%和破底 港府國自助和學聯會面 令到佔中局勢增添了變數 地產股普遍下跌 長實、新地、恆地、順治跌超過1%至2% 至於零售股的跌幅更大 百例跌1.9% 就大幅跌超過1% 景幅跌近2% 沙沙跌超過2% 而卓越在黃金洲的港澳銷量跌8% 但股價中午售時無升跌 近期走勢波動的豪島股今日亦下跌 南籌股銀魚、金沙跌超過1% 另外新豪博雅、澳博、美高煤跌1.1%至2.2% 永利就無升跌 大部分軍工股在逆市升勢持續 中韓國際升超過5% 中國航空工業升近3% 中韓科工升超過1% 借德航天控股下跌0.8% 焦點股方面 吉利首9個月的銷量只達到全年目標的64% 股價跌超過2% 天合化工首席執行官 偽宣由市場購入超過1億股 股價升超過5% 中國天然氣大股東減持逃現超過3億元 股價跌超過5% 成家匯約股份方面 大市走勢轉差 一眾南籌股表現疲弱 匯豐、中二、東、騰訊、港交鎖 亦跌超過1% 收視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 了解 最後1分 3分 4分 5分 5分 6分